新闻来源 法广 14亿欧元 兴建6座新的核反应堆 美国大选迎来最忙碌的超级星期二 15个州在3月5日这一天举行初选投票 特朗普有可能进一步确立其优势 关于中国 十字架报报道了全国人大开幕的消息 人大会议开幕 经济危机和国家安全受到格外关注 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一在北京开幕 十字架报常驻亚洲记者发表撰文 对本次会议关注的焦点进行了分析 报道指出 今次人大会议重点关注经济危机和国家安全 这两大中心议题 该报写道 在中国民众表示担忧之际 共产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表现出团结 如果说去年习近平成功地获得第三次连任 那么2024年度的全国人大将相对逊色 中国经济陷入困境 2022年底 在中国突然取消严格的清零 措施后至今的一年多时间 受空前的房地产危机 以及创纪录的年轻人的失业率的影响 中国经济正在下滑 这无疑将成为本届人大会议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 会议的重头戏当然是3月5日 星期二总理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 将公布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近月来 北京推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 并大量发行主权债券 只在四季基础设施支出 并重振经济活动 其结果则好坏参半 美国研究中心中国意义监测的数据显示 去年中国各地的社会抗议活动持续增加 尤其是工厂内的冲突 以及小储户的不满 这些小储户因主要房地产集团的破产而遭殃 另外 由于许多地方政府财政枯竭 导致省级公务员工资和奖金大幅缩水30% 引发不满情绪 许多经济学家呼吁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 国家安全处于首位 除经济议题外 全面加强国家安全措施 将成为本届人大会议讨论的焦点 特别是在中国 面对邻国宣誓南海主权 以及不排除攻打台湾的可能性之际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 在重振经济与加强安全之间 选择的天平自然倾向于安全 去年 北京大幅扩展了对间谍活动的定义 并突击搜查了多家外国咨询 审计和研究公司 在本届人大会议召开的前夕 国家秘密的概念也得到延伸 这些迹象均表明 有关安全的话题 将在今年国家权力的议程上 占据重要地位 具有历史性的投票 此外 三月四日星期一 法国国会议员在法尔赛宫以780票赞成 72票反对的结果 通过了将自愿终止认身纳入宪法的法案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投票 法国将成为第一个将自由选择终止认身 堕胎明确纳入宪法的国家 《费下罗报》社评指出 将保护终止认身自由写入宪法 赢得了绝大多数法国民众的支持 国会的投票以及民意调查均证实了这一点 周一的投票具有历史意义 投票人情怀各异极有热情的投票 也有出于某种信念的投票 当然也不乏应循守旧的投票 这次修宪终于为一场争取权益的漫长斗争 画上了休止符 《解放报》则在社评中指出 无论如何 2024年3月4日将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在这一天 我们既要向20世纪初的女权主义者 曾因实施秘密堕胎而获罪的马德林 佩尔迪埃 Madelline Pelleter表示感谢 也要重温吉塞尔 阿里米 Giselle Halimi 律师成功地为 一名遭遇强奸后堕胎的年轻女子 无罪辩护的历史 更希望再次分享 西蒙娜 唯一在国民议会讲台上 为法国妇女争取自愿堕胎的权利 表现出的勇气和情感 还要向所有曾为女性 争得此一权益而奋斗的积极分子 民选官员致敬 此时此刻 值得细细品味 这场远非象征性的胜利